培训班究竟是来解决咱们家长教育孩子的焦虑的 还是来制造焦虑的呢 教培行业最近半年都风声鹤唳 曾经呢 他一年融资超过500亿元 风光无限 却离教育的初心越来越远 过去的十几年里 教育是怎么在资本的裹挟下 一点点的变形的呢 咱们回到互联网早年 当马云的某宝还在用亏损换用户 新东方的余敏红就已经是月入几百万了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几乎没有家长会舍不得花钱培养自己孩子的 教育这块肥肉在资本面前那是极其的诱人呢 2010年前后 在雪尔斯上市的刺激下资本大佬们就开始下场布局了 2012年富二代原辅导被靠腾讯 估值超78亿美元进军线上K12 两年之后 被靠百度的民门望族作业帮出生了 紧接着金伟红衫力捧的VIPKID 刘强东和奶茶压住的作业盒子 网易孵化的有道精品客 脱胎于新东方的跟谁学等一众新贵涌入了赛道 台前看全部都是新贵 而背后靠的都是大佬 俨然是一副百家争鸣叙事待发的态势 但实际上呢 这个阶段还只是小打小闹 真正的资本大佬此刻都还按兵不动的 因为这时候的商业模式有一个很大的瓶颈 这好老师呢就这么几个规模也做不大 这成本也太高 但这一切很快被一种天才般的商业模式打破了 它就是双师大班课 双师大班课呢就是两个老师教学 名师主讲那是面子 助教呢做课后的辅导和销售是李子 一位名师同时给成百上千的学生讲课 这教育无法规模化的魔咒就这样被打破了 小成本撬动大收益的时代到来了 这样的生意市场大利润高 可持续可复制 不就是资本梦寐以求的吗 2019年在线教育行业融资过百亿 眼下唯一要做的就是抢占市场做大规模 然后收割 烧钱抢市场的套路资本在电商出行等一些行业 早就是玩的炉火纯青了呀 烧钱大战是一触即发 号称足以载入史册的广告投放元年 就这样来了 此刻的赛场上 徐二斯原辅导作业帮那是三足鼎励 开启了一场在线教育的三国沙 4月原辅导抢先出手广告投放 武艺围剿徐二斯 5月作业帮转换百度自由流量 拳打徐二斯脚踢原辅导 后来居上 那个时候各个社交软件 微信朋友圈 短视频平台漫天飞舞的都是他们的广告 整天提醒家长赶紧给孩子报班 这焦虑的气息啊 已经开始悄然蔓延了 2020年 疫情呢带来了线上流量的爆发 资本加速疯狂的书写 全年融资500亿 粮草充足的教育机构们是加速扩张 招揽几万名的辅导老师 一边辅导一边销售 在线的战火也蔓延到了整个教培行业 铺天盖地的广告席卷而来 这文案也是真真见血啊 什么你的购物车里有孩子的未来吗 你不来补课 我们就培养你孩子的竞争者了 从线下的广告牌站牌电梯间 到各大短视频平台综艺节目热门聚集 这教育机构的广告是无孔不入 围剿本不富裕的家长们 愈演愈烈的抢人大战 逐渐扭曲为畸形的销售策略 机构老师的入职培训 学的不是怎么教书育人 而是怎么做销售 怎么去忽悠家长买课 甚至你没钱了 这教育机构都能帮你想办法解决 这资本杀红了眼 眼中有冲击千亿估值的野心 这心理却忘却了教育的出现 以跟谁学为例 2020年的研发费用是7.3个亿 但销售费用却高达58亿 也就说呢 你每向这些教育机构交100块钱 这里边90块钱都填了广告费的窟窿 只有10块钱是用来上课的 几百亿的融资款 没有烧出几个好学生好老师 却烧出了熊熊燃烧的焦虑 烧到越来越多的人都感叹说 生得及但养不起 这场闹剧最终已被监管灭火收场 重仓教育的资本是落荒而逃 新签的助教们被集体毁约 漫天飞舞的广告也都悄然退场了 临冬将至教育机构们国警年大一好自为之了 教育是否需要被资本化 曾经是一个非常富有争议的话题 有人说这有助于资源更好的流动 但当教育沦为资本的战场的时候 这一切都开始变味了 当好的教育资源变成了价高者得 家境成为核心竞争 于社会而言盘门不再出柜子 而于国家而言则是人才百百流失 所以监管部门暗下的不仅仅是个暂停键 更是个安全键刹车键 关注小瑶 讲你听得懂的商业故事和观点